台股18日早盘大涨291点 盘中一度来到最高22,787点 再创台股历史新高 大盘一片红通通18日台股跳空开高 又与半导体电子概念股强涨 像是迅星KY昆银等八档 开盘不到20分钟就涨停 最后收盘22,757点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拳王台积电开盘就喷高23元 持续走高 一度冲上950元 最后收盘在943元 同创历史新高 很多中小型的电子股 也跟着强势的喷出 外资也好 内资也好 机构的资金也好 甚至我们讲散户的资金都进来 台积电上1000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推算的话 其实台股大概还有1000点的空间 另外前一天 占上200元的鸿海 抢工AI商机再夺达大单 早盘最高201元 一度续创新高 不过盘中翻黑震荡 虽然台股大盘表现亮眼 却有不少股民表示 投资将去于保守 专家也点出需要留意的风险 时间应该不会来进场 先看情况 现在是很难下手吧 因为你看不准他 地缘政治的风险 高本益比的股票 往往会是法人率先 这个脱手的这个目标 别注意一下川普的言论 因为毕竟川普对产业比较不友善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 台股市值全球排名约第15名 证交所不希望资金过度集中在特定产业 预计24日召开记者会 对外宣布市值壮大方案 专家也乐观看待 有助台股持续推升走高 杨总业王秋明台北报道